小伙伴们 今天路子爷又给大家整来了一大箱的奥特曼玩具 这里面的奥特曼玩具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奇葩 都是路子爷从网上精心搜罗出来的 我保证你们肯定没有见过 来 开箱看看 第1个 这可是迪迦奥特曼的神光帽 但是它和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个神光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有了 迪迦神光帽电动小分扇 别人的神光帽是可以变成光的 而它不仅能发光还能带来风 这样的电动小分扇你绝对没见过 是谁脑洞这么大 居然把分扇换到了迪迦神光帽上面 你还别说 挺实用的 第2个 泰罗奥特曼的巧克力蛋 这里面放了3个蛋 中间这一个已经都碎了 不仅有巧克力可以吃 还可以挖出来奥特六兄弟 还有两个隐藏款 可能是泰家或者是欧布吧 来 我们试着擦一下 这个巧克力好香啊 巧克力全化了 你看 挂羊头卖狗肉 不是说里面有奥特曼吗 给我来了一个小汽车 这叫什么 图文不符啊 看货 盒子还不一样 这看起来好像是奥特曼 需要组装一下 艾斯奥特曼 小胖子 最后一个了 希望也是个奥特曼吧 别给我来一个小汽车 你看看样子像 好像是赛文 赛文也来了 现在全部拆完了 你们知道这三颗蛋花了我多少钱吗 30块钱 就拆出来这两个 我的 找你 又是三颗蛋 迪加奥特曼的进走英雄 据说里面的奥特曼 不仅能跑还会发光 第一个 先来看他的说明书 隐藏款就是这个 光镜迪加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运气 萝卜奥特曼 哇好帅呀 来我看看他能不能走 第二个 哥莫拉 看一下哥莫拉跑起来怎么样 第三个 看能不能拆走 黄镜迪加 哇 折塔奥特曼 背塔冲击 折塔对战 哥莫拉 这跑起来怎么像赵本山 阻了个拐啊 不行再来 完美的错误 最后一个大家伙 奥特曼 打地鼠玩具 看一下最后一个有多奇葩 直接就是奥特曼 打怪兽游戏机 看他的背面有多劲爆 之前我们都说萝卜两兄弟是最菜了 这次不一样了 瞧 罗索奥特曼的头 当锤子 下面全是怪兽 报仇的机会 到了 打开开关 嗚嗚嗚 还个儿还亮灯呢 调到L1模式 这个速度比较慢啊 下面是计分器 现在是000 我们就 敲 嘿 没反应怎么 哥莫拉 嘿 干你 没抓到 没抓到 哎呀 后面速度越来越快 我都有点跟不上了 现在是得了52分 还不错 这些怪兽你们都认识不 之前是哪个欺负我们罗布 罗特曼 最狠的 今天必须教训一点 难度升级 开始 这个难度更快